在上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建立了一個叫做3C配件的內容類型 這個配件主要會用在3C的產品上面來 例如說我們待會也會建立一個 叫做保護貼的3C配件內容 保護貼會用在HTC-Dedire這個手機上面 而這個HTC-Dedire就是 3C配件保護貼本身的主要產品 因此在保護貼跟HTC-Dedire手機之間 他們就有了一個關聯 在這一節的課程中我們要來為3C配件跟3C產品 這兩個內容類型建立一個關聯 要在內容類型之間建立關聯 必須再利用一個擴充模組 在Drupal 7裡頭目前稍微成熟的是 References這個模組 我們來看一下我在另外一個分頁已經幫你開好了 在Drupal.org裡頭查詢References以後呢 你可以來到References這個模組的專案網頁 雖然在這裡面他有提到說 一個比較新而且看起來比較好的方法 會建立在一個叫做Relations這個模組上面 不過在我開發課程的時候這個Relations模組 看起來並沒有比References這個模組成熟 因此我會推薦你使用References這個模組 來建立內容類型之間的關聯 拉到下面來 請你把他推薦的這個版本 至少是 Drupal 7 References 2.0版的 Beta3 這個版本以上 安裝到你的Drupal網站裡頭來 關於模組的安裝 我就不再說明了 因為在前面我們已經做過許多次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參考前面的課程 來瞭解 安裝模組的方法 接著來到Drupal 7 我們的網站這邊來 再來到模組 然後我們拉到下面來 下面有一個Fields的群組 在你安裝好的References模組之後 至少你會看到有三個功能 請你把這三個功能 全部把它勾選啟動起來 關於References模組呢 並沒有其他的權限 或模組設定的工作要執行 所以勾選起來 儲存設定以後 你就可以開始使用它了 接下來我們準備為3C配件 增加一個 References 即是關聯所提供的關聯欄位 這個關聯欄位會關聯到 每一個3C配件所使用到的3C產品 所以我們先來到3C配件的管理界面這邊來 首先我們在工具列上面先選擇架構 再來是內容類型 再來是3C配件 它的管理欄位 進來了以後 我們要新增一個欄位出來 這個欄位呢是 都沒有 所以我們新增一個 全新的欄位出來 選擇一個欄位類型 這時候選擇是一個 Node Reference 也就是呢 一個參考 參考到哪裡去呢 參考到其他的內容類型 所以它這邊的名稱叫做 Node Reference 如果你是想要參考到其他的 User資訊 那麼這裡有一個 User Reference 如果你想要參考到一個 分類項目 那麼這裡有一個 Term Reference 在3C配件這個操作中 我們要關聯到3C產品 所以我們選擇 Node Reference 然後這個呢 Field我們把它寫成是 他所使用到的3C Product 然後欄位的標籤呢就叫做 主要商品 例如 HTC的保護貼 它的主要商品呢 就是HTC Desire手機 再來呢是採用 自動完成的方式 我們先利用這個 接著按儲存 好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主要商品 的欄位的細節設定 首先呢 它可以參考到了 我們把它勾選 只有3C產品 如果你勾選了其他的內容類型的情況下 那麼 在3C配件主要商品這個地方 還可以關聯的就包含了這麼多 你所勾選的內容類型 當然以3C配件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主要目的呢是把它關聯到某一個3C產品 因此勾選3C產品這個內容類型就好了 接著按儲存 接下來我們已經進入到3C配件 裡面欄位的主要商品 它的實際設定 標籤呢就叫做主要商品 它是B田欄位嗎 我想這個不要做B田 因為有一些配件可以用在多個用途上面 或者有一些配件呢 它很難說明它的主要商品是什麼 如果勾選B田的情況下 你可能一定要填一個主要商品給它 這樣子會造成不方便 所以這地方我先不勾選它 再往下 AutoComplete 也就是說 在你輸入文字的時候 Drupal要如何幫你自動完成 你可以選擇包含或者是起頭以 例如當我打上 iPhone的IP 那麼如果起頭以IP起頭的 相關的節點呢 會幫你找出來 如果你採用的是Contain包含的 那麼只要在相關的節點 它的標題上面有IP兩個字母的 那麼Drupal會通通挑出來 讓你做挑選 在這邊我們採用包含的方式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欄位的大小呢 預設60個字 我們就不要動它 然後 這個欄位有沒有預設的 主要商品呢 目前我們也沒有 所以這個也留空白 再來是 一個配件呢 可以用在幾個主要商品上面 如果你是選擇三個的話 那麼也就是說 每一個3C配件最多可以選擇三個主要商品 目前為了簡化它的設計呢 我把它設為是一個 再來是它可以關聯到哪一個Content Type 也就是說可以關聯到哪一種內容類型 目前我們只勾選3C產品 好設定完成以後 然後按儲存 OK 我們已經 為3C配件做好了一個 主要商品的關聯欄位 這個主要商品的欄位關聯 可以關聯到 3C產品的內容類型 設定完成以後呢 我們按儲存 接下來我們實際來建立一篇3C配件的內容 我們來到 捷徑列上面的新增內容 再來點按3C配件 就是保護貼 內文的話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一樣是來到我們課程的練習檔 這裡有一個 配件Accessory HTC 保護貼的文章 把他們全部拷貝下來 複製 貼上 好這樣子我們就有一篇假文 在這個內容上面了 再來圖片 我也幫你準備好了 請你來到文件 我們的課程下面的Data目錄 這裡有一個配件Accessory HTC保護貼的 圖片 把它上載進來 剛剛上傳圖片的時候 看起來有一些錯誤訊息 最後結果是 檔案上傳錯誤 沒辦法把 上傳的檔案移到正確的位置 所以我把檔名改變以後呢 現在可以上傳上來 上傳進來了以後 我們寫一下 它的替代文字 一樣把它拷貝起來 放到標題這邊來 接下來 我們沒有準備要上傳第2張圖片了 所以再往下 這裡有個重點來了 這個配件是屬於哪一種3C類型的 它是屬於一個Android的 這個類型的相關產品 好 這裡有Android的 我們選擇它 利用Table鍵把它選進來 再來是它的主要商品 它是HTC的保護貼 所以我可能可以輸入HTC 來找一下有沒有相關的產品 如果沒有的話 找一下Android的 對目前我們只有輸入Android的這個產品 所以Juplo系統幫你找出來了 把它選進來 選進來的時候它還告訴你 這一篇內容它的Node的ID是10 完成以後再往下 下面相關的內容選項設定 我們就保留預設值 接著按儲存 再來已經來到了 保護貼 這一篇3C配件的內容 看一下 前面這邊都是內文 再來是它的圖片 這裡它有一個3C類型有Android的 主要商品是用在Android的這裡來 這兩個不太一樣 這個是分類詞彙裡頭的一個分類項目叫做Android的 而這個主要商品是Android的手機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進行編輯 我們把標題改成Android的手機 HTC或Samsung 然後拉到下面把它儲存起來 現在再回到我們的首頁 再看一下保護貼這篇文章 再往下拉 好你可以看到 在3C類型這邊呢 它保留的是分類項目Android的 因為剛剛我們並沒有動到分類項目的名稱 主要商品呢 它現在已經變成了 是Android的手機 HTC Samsung 因為這一篇3C配件的內容 它已經連結到 這個Android的手機 這個內容節點上面來了 因此 在這個內容節點上面 你做了標題的修改以後 在這邊呈現標題的時候 也會跟著做改變 如果你在這個標題上面點按的話 就會直接來到 這個關聯到的內容節點 它本身的網頁上面來 OK 關於建立一個關聯的操作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請進入下一節 我們要來介紹 所見即所得的文字編輯器 請進入 在這邊 感谢观看